你 大伯 大伯 你在不在里面 什么事啊 你躲这里面干什么呀 我订婚的日子 快 我娘还等着你一块儿商量呢 我认识 来了 爸 真敢杀了他 说好了 后面的事情 交给我来处理 杀父之仇 怎能假手于人 你确定这个 是那娇阳闻的先生的梦 是 如梦 苏美 你知道我刚才说的不是玩笑话 你我不合适 因为我的身世 你想要的我也可以帮你办到 魏先生 希望我们还能做朋友 宋美和韦氏亭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 朋友 可我不想和你只是朋友 给 别把事迹离世了 其实那天屋檐之下 才是我们的第一名 苏起平呢 不是说好了 给洛儿商量结婚的日子 怎么还不来 苏先生一早出府去办事 现在还没回来 我的女儿结婚 用不着她苏起平操心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进去 我阿婆寻一个好日子 嗯 洛儿 我们去那边看看 阿姐 这就是城里有名的圆圆树 圆圆树是半月城中的情树 只要向她潜心祈求 必能跟相爱之人 白头盗牢 大小姐还信这个 若真有这样的灵树 天下 怎么还会有分离的人 就是 我家将军向来不信这些 况且 这树也太假了吧 心成则灵 又洛儿所欲良人 喜得佳话 苏梅 又阿姐 嫁与世上最好的男人 苏洛 阿姐 为什么有些祈愿节 要绑在一起啊 传闻 将有钱人的祈愿节 在此处绑在一起 便可求得长长久久 相伴终生 梅儿 你先跟我进来 来了 将军你怎么 我也写一个 不错 马上娶老婆 何子秀 赫静瑶怎么将自己的祈愿节 跟阿姐的帮在一块 赫静瑶说她喜欢阿姐 却要娶我 她故意在订婚这日告诉我 难不成她既要娶我 又想娶阿姐 一个大姨态 一个二姨态 无耻 流氓 行 我 已确定她就是碧云的弟弟 但问什么他都不说 王我找了那么久 杀老李的鬼 原来就是你呀 你杀那些新娘 只是为了揪出老李 是杀你阿姐的凶手 而后你又杀了老李 伪装成畏罪自焚 我说得没错吧 再杀了我阿姐 我就杀了她 没什么好说的 就凭你一击之力 是翻不出这么多花的 说 谁是你的同谋 就我一人 是吗 说 是苏府里的人 还是就是苏家的人 你才远 怎能生这么大的棋啊 阿姐 今日呢贺静瑶跟我说 说他喜欢你 又要脸的将你的祈愿节 和他的绑一起了 这分明就是想将你 我都拿容他贺家 阿姐 阿姐早就知道贺静瑶喜欢你 你不必当真 过几日 和将军就会寻一个借口 与你回婚 届时 我便能送你出国留学了 阿姐是要替我嫁给他 你过去不是常说 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吗 我不同意 大小姐 怎么了 小的打扫花园时 捡到了这枚玉佩 应当是昨夜来府上 餐宴的宾客的 这不是韦氏亭的吗 这玉佩她常年待在身上 珍惜得很 总会碎了 韦氏亭订婚宴的时候 的确没打招呼就走了 糟了 该不会是那黑衣人 寻她报复吧 怎么办呀 阿姐 你快拿着这个玉佩 去找贺敬瑶 我去找韦先生 快去 好 拿一个 你怎么来了 快走 苏白 万月项链在我手里 先把她放了 别过来 苏白 就算项链给了她 她被搬过来 好得可以啊 说 项链在哪儿 说 没事吧 保护好自己 全部拿下了 是 起来 别动 你怎么不等等我 苏大兴起来好大的男子 是我没有说到苏洛的口信 来得再晚些 我知道 你会来的 苏美 答应我 不要再让自己受伤了 伤得重吗 死不了 我来吧 放心 我没告诉苏西平你的事 我知道 谢谢你 苏洛找你有事 我来照顾他 好 那你先好好休息 我待会儿再来 嗯 将军看起来不太开心啊 是不是吃醋了 你怎么能让他陷入陷阱 看来将军猜到了 若有人问你 就说曾偷偷看到我练习弩剑 小的明白 如果明天我不来找你 你就将这玉佩碎成两盘交给大小姐 就说在花园找到的 是 没事 我不会害他 不过是想跟他证明真心罢了 恐且有你护着 明儿能出什么事 明儿也是你该叫他 你 你再耍这种霸戏 让他担惊受怕 我要你的命 就算你真的娶了他 就算你真的娶了他 他也未必会爱上你 那又如何 反正不爱你 他还醒着吗 该换药了 你去 啊 这男人的手是上场杀敌的 怎么能干这种婆婆 婆婆妈妈的活 文士廷 虽然没跟苏启萍提起你 但也苏启萍的心思 多半是猜到了 往后你不要一个人待着 免得危险 嗯 这把比你那把好用 以后贴身带着 不会 来 这是保险 射击石 手臂伸直 眼睛 罩门缺口 准心三点连成一线 然后 这样 谢谢 就算你真的娶了他 他也未必会爱上你 不用多想 那 只是用来防身 我会尽心尽力 为你抽取 试试 没什么好怕的 真是一块将苏启萍的产业吞饼 如今 只等拿到那银票 一切就都结束了 废物 连一个柔弱书生都看不住 先生出罪 你 我们的人呢 应该是被救他的人 一并带走了 好啊 有意思 这城里竟还有这般厉害的人物 先生 会不会是贺景阳 他 他只不过是囚项链 没理由淌这趟浑水 也可能 是运京本家那些糟老头子 从维使亭那儿知晓了些什么 想拿苏启萍的死 牵制于我 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 还不去找人 是 你 将军吩咐过了 这里不能进 怎么能对我这么一个弱女子 如此促虏 好一个弱女子啊 有什么事找你阿姐去 你不能进 让她进去吧 是 是 苏家的小姐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吓人 大小姐不是不想让她知道吗 你该让她知道她阿姐的辛苦了 况且 况且什么 况且 苏洛喜欢维使亭 若维使亭 若维使亭 喜欢上她 我上了个青帝 将军好新奇啊 换个词 将军好谋略 走吧 会会苏启萍 嗯 小姐 快让我看看哪儿受伤了 小喜 我都说我没事了 是你们太小题大做了 小喜还是不明白 小姐明知道那仓库凶险 为何还要独自一人前去啊 就像番茄书那些画本里所写 要想男子心动 便须让他心疼 小姐算准了贺将军会去救你 小姐你以后万万不能这样冒险了 若是贺将军去得迟了些 你真的受伤了这可怎么办啊 我都说了没事了 那小姐 如今你可有一点心悦贺将军 好 好 今天请将军来 谁又要事要讲 先生 请讲 昨夜 我派出去寻找项链的几个兄弟 一夜间全都失踪了 我怀疑 是城中有旁人也知晓项链的存在 从中作梗 先生 请放心 我会派人查查近几日城中的流动人员 帮您把手下找回来 谢谢将军 另外 我与洛儿的母亲商定了一下 想把这大婚的日子定在夏月初八 这还有十天的准备时间 将军您看 就那天吧 苏先生 我有事就先去处理了 将军慢走 雪儿 若你争气些 这贺家和半月项链 便都能是我的 父亲 订婚宴时 我看到苏眉与焦苏洛阳文的先生 维士廷走得极近 苏眉和维士廷 难不成维士廷的同谋就是苏眉 你 真是低估了这苏家大小姐 爹爹不必交心 雪儿已有妙计 能帮爹爹得到想要的 往后 我不会再叫爹爹失望了 若不是昨晚我拿着玉培去找贺将军 你早就被打死了 谢谢 记住了 以后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疼得紧 我去叫医生 不用 你阿姐呢 她被母亲拽着 直搬我婚礼的东西去了 一直脱不开肾 不能来看你 我问过阿姐了 她说 她说她不喜欢你 什么 如果 如果我说我喜欢你呢 喜欢我什么 喜欢我这张脸 还是喜欢我装出来的文雅样子 又或是因为孕经的小姐都喜欢 你也要跟着喜欢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阿姐又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真的知道吗 文师廷 你都告诉我吧 我要知道全部 你看 洛儿啊 还小 结婚之事呢 你还须多多费心 母亲放心 一切都安排妥贴 我会让洛儿受半点委屈 你做事一向是周全的 我放心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您看看这个 真是微 我看看 有时老地方 真不错啊 好 好 将军 苏启平 把保险柜藏起来了 不对劲 半月项链真藏在保险柜里 可能是故意拿保险柜野人耳目 你去查查近几日 苏启平都去过哪里 是 苏梅弄 她一大早被苏夫人喊去买东西了 还没回来呢嘛 贺将军 你家小姐呢 禀将军 我家小姐说在码头有些商传的事要义 没跟着一起回来 郭叔 出什么事了 大小姐 当年你父亲把真事交给我 不就兢兢业业跟了你这些年 也算没负你父亲吧 郭叔 这些年多亏有你在 你 苏雪猜得果然没错啊 真实的幕后主使 就是你 大小姐 她们请问我的妻儿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你 我也是 她们有什么事 她们就不想过她 她们她们就不想过她 她们的奉行 她们这个方便 把项链交出来 饶你一命 别动 贺锦衣 你带我穿越荆棘重重的世界 再不用藏匿 今天不杀了他 往后我们谁都活不了 到手 贺锦衣 你信我吗 将军 不论此货 全部拿下 爹爹 女儿有好消息要告诉爹爹 何事啊 女儿跟了苏眉许久 确定她经常暗中往返绿石雨 便猜测她与真是脱不了干系 苏眉和珍世 怎么可能 昨日女儿联络了珍世的管事人 果不其然 烧一口河 那人便何盘托出 想必 这些年便是苏眉在幕后之时 就要真是抢走了爹爹不少单子 是 是我小瞧了这苏眉 看来想争夺半月城的管理权 不是件衣事吗 爹爹放心 女儿已经派阿妩彻底斩草出根了 何静瑶 你忍一忍 何静瑶 何静瑶 放心 我没事 你忍一下 得先把子弹取出来 你忍一忍 你忍一忍 你可有受伤 没有 那就好 这是哪儿 这是我书房下面的山洞 所以 你跳崖的时候 就想过要来这里 我的书房 是我附近在世时建造的 书房的山洞里面藏有安道 可以入海以备不识之许 苏家能翻身之计 不无道理 可惜苏家的人 大都都忘了苏家的家训 忍一下 马上就好了 什么 事无绝境 书无路可退 不如灵皮细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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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父亲 如今他想夺成 下一个杀的 你才是谁 阿姐出事了 这些伤都是你在战场上留下来的 上了战场 谁都有些疤痕 没什么 你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我问你当枪 为什么 你不知道原因吗 小球 你我在碧云旧宅被困 是你安排的 那次喝酒 你也是故意装罪的吧 四伯 你不必这样 被你利用我是心甘情愿 要我死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 你带我穿越荆棘重重的世界 再不用藏地光的背面 手困的蝴蝶 完美的蝟变 因为你在我身边 我站在一边 我胜开的蝟蜴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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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鸣的气息太浓烈 怎么敢自长贪念 你只心头依略 就可成永远 难以忘却 说今天不是我 是令一个张将军 王将军 或是李将军 你也会用此计谋吗 你生气了 快去换衣服 不要着凉 这阿妩怎么还没回来复命 事情到底成了没 爹 您就放心吧 阿妩办事向来牢靠 绝不会出差错的 况且 苏梅一个弱女子 如何能抵抗得了阿妩呢 我真是就是苏梅的 她又与那为师廷合作多时 这般针对我 难道 她早就知道苏启安是如何死的 故意引我入城 定是如此 苏梅心机如此之深 只怕 不仅想抢咱们家的商务 还想要回运京 抢走本家产业呢 不过 不论苏梅究竟有何算盘 如今都已经不重要了 不论苏梅 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定是已经 谁 我 苏洛 洛儿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 大伯 大伯 阿姐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没回来 雪儿 去 把下人都喊起来 赶紧去找 万不能让梅儿出事 好的 爹 来 来 来 你是何时认出的王 在碧云旧宅里 你告诉我老公学识 才看到密室里我送你的项链时 在你把光给了我时 我就去打使你 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怕 我怕你已经忘了我 怎么会 我只是没想到 我们真的能够重逢 你 苏美 这么多年 辛苦你了 只怕现在苏喜萍已经知道了我的计划 想要找到她的银票 是难上加难了 对不起 汉妮受伤 还叫你空手而归 无妨 事无绝境 说无路可退 不如 另辟蹊径 你说什么 小的捕鱼的时候 确实看见大小姐和一个男的 从崖上掉到海里去了 只不过这风浪这么大 恐怕已经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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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妩 干爹会给你多少钱值钱的 银行呀 我认为你 你不必花费心思有我心动 对你 苏美 我究竟该如何 才能叫你真的信任我 你醒了 托你的福 昨夜是我这么多年 睡得最安稳的一晚 琪安 希望你在天之旅 保佑梅儿平平安安 娘 阿姐一定会没事的 梅儿为了这个家这般辛苦 可我却还这样可待她 这些年 一直把你阿姐当男孩儿养 不是不爱她 是我知道我的身体也撑不了几年 而苏家需要一个顶梁珠 娘 你为何不早点跟阿姐说明白 你需要你阿姐 苏家需要你阿姐 半月城也需要你阿姐 只是委屈了梅儿 她愿这样 我愿惜她 这是你阿姐评语里最喜欢读的书 这是你阿姐评语里最喜欢读的书 阿姐 阿姐多半被苏锦铁给害死了 何家养呢 她不是说她喜欢我阿姐吗 你快把她叫出来就喜欢我阿姐 你先别哭啊 你先别哭啊 你说得对 我不能哭 我也该坚强起来 对我父亲和阿姐复仇 可是怎么复仇啊 你是真能哭 你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你阿姐她就在你身后 洛儿 阿姐 阿姐 没事了 阿姐没事 不哭了啊 将军 黑衣人已经全部被抓 他们对近年来 帮助苏锦萍 谋财害命之事 供人不回 是时候该做个了结了 恭喜爹爹 成了半月城的新主人 你这次做得好 以前呀 是爹爹对你太苛刻了 雪儿总算能为爹爹分忧了 你去封书信给本家 就说苏梅意外落水而亡 是 爹爹有的也不会亏待弦的 谢爹爹 阿妩 先生 你没事 昨夜我与苏梅争夺半月相恋 不申与他一起跌入水中 这就是半月相恋 这个大人 我与苏梅争夺半月相恋 咱们 那你卖命找的东西 最终还是落在我手上了 阿妩 看看这是哪里 好像是在长明阁下面 从海面可以划船进去 恭喜爹爹 食不一吃 现在我们就出发 是 雪儿 你就在这儿 等爹爹挖宝归来 是 阿妩 当年我把你从乱藏钢捡回去 就一直是如己出 如今也只有你还在我身边了 再找到宝藏以后 我们就离开这老实的地方 重创一片天地 先生到了 宝藏们 难道被苏美娶走了 阿妩 人呢 他已经在里面了 大伯在找什么 我跟他一起来 我都知道 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些赃款 大伯可还记得 怎么会 你们怎么会找到的 那日若儿去找你时 发现吊灯似乎被人动 于是偷偷溜进你的房间 果然找到了 你藏在吊灯里的赃款 你派去刺杀苏梅的人 以尽数被捕 人正物正俱灾 你还想要富贵绵长吗 我父亲从未想过 与你争夺家产 和家主之位 他早早便立下了真实 想要自立一番天地 可你呢 你却杀了他 不可能 不可能 他想来什么都 跟我争上分好 你自己看吧 大哥 大哥宽心 在我心里 你最适合家主之位 我知道 若没有哥哥你 我早不可能 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 中秋之后 我便要带着妻女出发 去半月城定居了 若大哥日后 被孕经的所示烦得紧 便来找我姐妹 如你我儿时一般 钓鱼下琴 唱谈去世 岂不快在呀 怎么会 大哥 不日 我将携妻女离开运京 再不过问家族所示 往后 苏氏一族的兴衰 还得烦大哥你操劳了 假的 假的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大哥 你前人说想要竹蚂蚂 我学会怎么编了 给你 别烦我 不要 你 我学会怎么编 一直如此 你 一直如此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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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其安 你总是高高在上做好人 吓得我卑劣不堪 卑劣不堪 我本以为他死了我会很开心 但现在 不必难过 这是苏其平 四季的因果 好了 都结束了 是啊 都结束了 梅儿 你没事吧 母亲 父亲本仇 我报了 梅儿 娘知道错了 梅氏里的那些 娘都看到了 母亲 我好累啊 娘知道了 这些年龄生苦了 都是梁的错了 谢谢你这么帮我 苏梅 我答应过你 以这项链为星 等我成了大将军 一定会回来找你 今天便以这项链为见证 苏梅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你不愿意啊 何景阳 你究竟喜欢的是苏梅 还是喜欢小九 说你喜欢小九 我早已 我喜欢的是你 我喜欢小九 也喜欢苏梅 只因都是你 我想 先别着急拒绝 认真考虑一下 我想 婚礼可以照常举行 好 你不问问是和谁举行吗 不问 苏大小姐 上我如何 我便如何 你 还是问问吧 苏大小姐 那 敢问苏大小姐 三日后的婚礼 是我和谁的 你若星辰之间 最璀璨焦点 抵达人间 会议像海潮般涌动心血 心跳在对视和可悲两远 茫茫人海中你在前方 映着光 萤火的光芒 点亮希望 你 你 别等了 你爹回不来了 你什么意思啊 苏启萍已经畏罪自杀 今日便要登报声明了 爹爹被你们害了 本家 对 本家的人自会给我们撑腰 还在这儿做梦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姐妹俩的心思 你阿姐人前装的人模狗样的 背地里 却早已盘算着要害死我爹 回本家抢回家城 你再敢说我阿姐一句 有的你受 你 来人 带走 是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思路 你想干什么 当年你爹把我们打发到 这个荒凉小城艰难度日 今日 我们也送你一个好地方 好好感受感受一下 我们曾经的境遇 不要 不要 放开我 放 什么 不要当本家的人 放开我 你们可真够吵的 与你何干 多管先事 我 这 变连比变天还快 父亲 父亲 我就要嫁给贺靖瑶了 他就是我当年救下的 被活埋的那个小孩子 您可还记得 伯父 我定照顾好梅儿 是 祝赛让他 是有半点委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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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你怎么来了 你就这么喜欢我阿姐 是 你阿姐根本就不爱贺景遥 她不过是想利用将军夫人的名头 拿回本该属于你们的产业 我有办法 让阿姐不嫁给贺景遥 你愿意帮我 不是为了帮你 是为了帮我阿姐 阿姐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年 她早就该为自己活了 她要老朋友 银子 你不想做 身上 你还没说 那次 Chang'e 你真是 这次 的 我 你还在那里 是吗 我 我过来问问将军 将军您 您的婚约是跟二小姐下的 如果您娶了大小姐 那二小姐 岂不是被您毁了婚 你什么时候 关心起这个了 我 我听别人说啊 这个世家的这些大小姐们 一旦被毁婚 便会名誉受损 往后 就不好嫁给好人家了 你是在关心苏洛 我我随后问问 我去看看兄弟们操练得怎么样了 阿姐 你当真要嫁给贺景瑶 我和母亲不想要什么荣华富贵 我们三个人 在这半月城里安稳度着就很好啊 路儿 半月城已不能久居 如今战火纷飞 唯有回到本家才有安身之地 那也不需要你嫁给贺景瑶来庇佑我们 如今各方势力剑拔弩张 时局顺息万变 风雨欲来 这二小姐神神秘密的 非要让将军到这儿来 到底要搞什么名堂 贺家颇有势力 有她为我撑腰 我就可以与苏家本家抗衡 拿回本该属于父亲的产业 阿姐 你爱她吗 阿姐不说 是不爱 露儿 这世上之事 若想都握在自己手里 需用一切可用之人 行一切可行之事 我对贺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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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去 叫去 阿姐 你骂我吧 是我叫贺景瑶来的 你就这般讨厌我嫁给他 我是不想让你为了所谓的理想生活 牺牲爱情和自由 阿姐 你生气了 洛儿 如果我不拿回运经本家的产业 就不能将半月城的城民安置别处 你我是可以用一张船票躲过去 那那些穷苦的城民又当如何 我 我只是想让阿姐 嫁给自己真正所爱之人 所爱之人 爱遇于人 就如逆风直据 对于我 不爱 才是一件好事 阿姐去哪儿 去道歉 去道歉 新鸡女 好了 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 将军为他做了那么多呀 他却只有算计和利用 将军不气 气 所以准备 所以准备今日 先不跟他说话 要我看 这苏梅 就是贪慕运行的荣华富贵 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 根本就不值得将军如此 盒子修 他不是什么爱慕虚荣 自私自利之人 他是我未来的妻子 请你尊重他 可是我觉得吧 我觉得什么 这个世间 有那么多人 他只算计我 为什么 因为将军对他言听计从啊 好骗啊 因为他只信任武皇 这便够了 将军 这个事咱能不能 还有 他 不是不懂爱 而是不敢爱 而令他不敢 则是我的问题 将军你 你没兴吗 好了 先出去吧 等等 他若是来找我 叫门卫 不必来着 卫士廷 卫士廷 怎么 不知如何 同贺敬尧道歉 你怎么知道 你现在在他心中 只不过是一个 探幕虚荣的心机女罢了 利用他的心意 是我不对 若他生气 也是应当的 既然做不成将军夫人 不如跟我走了 我们可以周游此方 去被爱看日出 去柳山看烟花 你不是最爱听钢琴曲吗 我们可以一起去西洋 听最好的乐队 卫士廷 谢谢 但 不要再拒绝我了好吗 好不好 对不起 你说过 这世上之事 若想握在自己的手中 是用一切可用之人 行一切可行之事 洛儿告诉你的 这话说得真好啊 不许可恢复 如你所说 将心爱之人 掌握在自己手中 行一切可行之事 总算没错吧 苏美 没来过 没有啊 没看着啊 这还没成婚 将军就被这样拿你 日后他被你宠坏了 有你好果子吃 我乐意 嗯 我俩乖 哎 哎 那个 小乐姑娘是吧 你家小姐呢 我叫小喜 小姐不在府里 去哪了 小姐下午便去找将军了 将军没见到吗 何时去的 午饭后便出门了 若是没去营地 许是在街上有事耽搁了 我去找她 四妹 你很快就自由了 将军 找到了吗 弟兄们把城里翻遍了 没找到 但是一个兄弟说 见到维士廷开车出城了 快去封锁所有关卡 是 行车 立行检查 后面 放桥 下车 赫将军 好久不见 将军 苏小姐在这儿 苏小姐在这儿 苏美 苏美 快走 快走 梅儿 别动 梅儿 梅儿 看来你我活着终究有缘无分的 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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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做什么 把枪给我放下 放下 我说了 我让梅儿和我一起死 苏小姐 牛 你过来 过来 不然我杀了他 宾儿 别动 听说他替你挡过子弹 这一次我看看是不是真的 没事吧 为什么 为什么 将军 为什么 从来问为什么 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杀我和何景雅对吗 所以刚刚那几枪都是空枪 还有这些假炸弹都是吓唬人的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总是 那个聪明 被你猜对了 我 苏梅 我只是想让你看清自己的真心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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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是人 韋士廷 老人是來看我的笑話的嗎 那日你對賀敬堯開槍 是為了試探阿姐 對她到底有無真心吧 你阿姐凡事都看得很透徹 唯獨對自己的心不夠了解 看她緊張賀敬堯的模樣 想來是早已心動 卻還不自知 蘇梅 我的確可以幫你完成許多事 和本家爭鬥 照顧家人 安置成命 我都願意陪你一起 但你不必 為了這些嫁給我 對不起 我不敢 不論結婚與否 你想要的 我都能幫你拿到 之前是我太心急了 尚未弄清你的心意 便求了婚 明日婚禮 我會對外宣布 是賀家回婚 不會讓蘇家受到非議 賀敬堯 我真的願意 蘇梅 我不想你只是因為一時需要而選擇我 因為 事後你若是反悔 我不會再放你 otics 蘇梅 行 你們給腋子 年助理 天鳥 Barb 鑫 rodz 好几个新娘 二小姐 该不会被那些死了的新娘 抓走了吧 胡说什么 还不快去找 明早贺将军来迎亲 若是不见二小姐 全城都别想活了 走走走 滚滚滚 走 快 贺将军想如何 苏洛失踪 你这个当阿姐的 倒是淡定 无妨 我想娶她 本就不是她 这边有人 过去听听 本家的人都听着呢 说好好演的 我不管苏洛 是私奔还是逃婚 都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贺将军想如何 贺将军 跟大军 新章喜帖早已发出 大家都知道 贺家要迎娶的是苏家的小姐 此时会会 你要我贺家 面子往哪搁 我贺家可丢不起这个人 所以 不管是苏家的大小姐 还是二小姐 都必须有一个人嫁给我 否则 我贺家 少不了你们苏家 若我不答应呢 那就别怪我贺家 绝不给你们苏家人面子 听到没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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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家二小姐 既已经逃婚 便由苏家大小姐 代替二小姐 嫁入我贺家 贺家的女人能这样 大小姐能同意 大小姐 这是什么事儿啊 这叫什么事儿啊 先生 给我吧 你要去哪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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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家的人 都以为我跟你私奔了 麻烦让一下 原来如此 如此设计 苏家本家便认为 体价是无奈之举 便也不会怀疑 苏启平的死与你阿杰有关 更不会防范他 拿回你父亲的产业 我来 是想问你 你愿不愿意 偷我一起出国留学 或者 我跟你走 你不怕我 我说过 你不是坏人 苏罗 你值得更好的 你值得更好的 麻烦让一下 走走走 总之时间很大 总有我的容身之地 好嘞 抱起来啊 走了 好 来 来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你们快点 共赵 上海了啊 这衣服挺棒的 弄什么呀 好这边 谢谢 这个小小的 今天不错 好 帮我保证 好 下来 伤心了 那个 干吗 能不能让我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煎花啊 五维时亭不愿意和你一起走 闭嘴 笑什么呀 你别怕 若是人们嫌弃你也毁过婚 不愿意娶你 你什么你 你该不会傻都说 你愿意娶我吧 是我让阿姐对外说我私奔的 这样呢 为她回本家省下不少麻烦 本来我就要出国学习很多年 没有人愿意娶我更好 自由自在 苏洛 送给你 这什么呀 你出国学习应该用得上 为什么 我 公布官 将军找你 我 我 我觉得你挺好的 何小修 怎么前沿不达后语的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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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留着 当然 从你送我那时去 我便一直留在身边 苏媚 苏媚 谢谢你 给了我光 也谢谢你 给了我光 怎么一点东京都没有 停电了吧 你不懂了吧 将军要表白 故意让我切断了电源 咱们呀 要想娶老婆 就得学着点 对 报告夫人 我已经把电修好了 活该你娶不到老婆 我 今晚我去书房睡 我既已嫁给了你 便该做对正常夫妻 正常夫妻 这样 如果你想要 如果说 是王将军 张将军 是李将军 你也愿意 这几位将军 到底是何人啊 听你说过好几回了 苏媚 其实你不用勉强的 我愿意等 等到你 爱上我那天 若我说 就是现在呢 tayo 许常 各位可知道 连续好几个新娘离世之后 半远程 那个身披嫁衣 失踪的苏家二小姐 去了哪里 那天夜里 他身披大红嫁衣 哼着哀怨小曲在小舟上 突然 你猜咋的 大哥 你吓死我了 你这编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小心那苏家二小姐来告你 行了 刚回国就跟人吵架呀 我就吵 不乐意你可以不跟着我呀 我也没说不乐意呀 时间不早了 你二姐还盼着你赶快回去呢 对对对 走 咱们接着说 别秀恩爱了 赶紧的 别动 好 我拍了 小心点 贺夫人 胜天夸道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怎么样 感觉 胜负掉了吗 没想到将军 还有如此温和的一面 犯人 谢谢 我们赶快回去吧 将军不许旁人离城 却带着梅儿去哪儿了 我去了哪儿 做了什么 需要跟别人解释吗 我这一时心机说错了话 将军勿怪啊 只剩安走后 把梅儿一家托付于我 梅儿 一整日 同贺将军去哪儿了 是我请苏小姐出去的 大伯 我与贺将军去了绿石羽 贺将军来访 本就是为了求取洛儿 只因城里一直风波不断 才暂且搁置 贺将军便命我和他一起去市集 给洛儿买了定亲之礼 洛儿向来喜欢西洋物件 可是半月城的店铺 他早就已经逛过了 于是我便和将军 去外面给他选了选 其实买礼物 何不早同我们讲啊 想给洛儿个惊喜 便先瞒着了 本以为走个半天 没什么关系 没想到大伯这般担心 小喜 快把这些东西拿到洛儿屋里 是 张帮帮忙 难得将军这么用心 依我看 将军同洛儿的婚事 不如就定下吧 作刀 有什么东西 咱们 danach 尽量 让我需要 获得 因为获得 总 怎么会呢 那先生到底想说什么 将军前来半月城 其实是为了半月项链吧 消息倒是灵通 不瞒将军 当年胞弟就是因寻那项链 遭遇海难而死 这些年啊 我一直在想 若是我能寻得项链 这也算是给阿安个交代 将军 既然你我都在寻那项链 合不合作呢 我为何要和你合作 待洛儿嫁于将军 我们便是一家人 我愿倾尽人力 帮将军寻找半月项链 若有幸寻得 那宝藏自然都是将军的 只求将军 日后飞黄腾达了 不要忘记我苏氏 那我们两家的订婚宴 听苏先生的 这贺景瑶真是神经 这么贵的鞋卖这些狗 我可不喜欢白色 阿吉儿 昨夜你不在 有个蒙面人去你的书房 被我撞到了 你可有受伤 放心 我一点事都没有 昨晚本想扯破嗓子 喊到让府里的人都起来 把那人抓了 结果为师庭不让 阿吉儿 你和我为师庭 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和我为师庭 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 我跟您一起去 哦 你 是的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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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一个人坐这儿 将军到底在我身边安了多少探子 没有 我是想 怎么 想看我又是什么诡计 想看我什么时候露出破绽 还是想看我的笑话 现在看到了 如何 苏喜萍已经找你谈过了 苏夫人她的 这是我的事 与你无关 苏美 岁月 最后我母亲告诉过我 难过的时候就下信心许愿 因为烦心万千 总有一刻会听到你的愿望 将军久战沙场 竟相信这种戏言 因为她的确帮我了结了一个心愿 是吗 因为他们帮我找到了你 将军说 难过的时候就对着信心许愿 为何方才我许了 却没有实现呢 你的愿望是 回到十年前 你为什么不告诉苏夫人和苏洛真相 我一个人陷入深渊就够了 母亲体弱 经不得任何惊吓 而洛儿 就让洛儿一直天真烂漫下去 有何不好 况且 那日是我教父亲出海的 我本该承担这一切 苏媚 你父亲的离世 并不是你的错 没想到 将军还会安慰人 苏媳萍 苏媳萍 为争夺家主之位早已动了杀心 不论你父亲那天是否出海寻宝 他都会动手 是我那时 太不懂事了 是你太过懂事了 我 我 我不看着你 谢谢你 何极了 季安 若是你还在该多好 这样就能护住梅儿和洛儿 是我体弱无能 把一家之中交给梅儿 让他只能化地为牢 不能自已 就连洛儿的婚事也受人牵扯 不能随心 娘 你又不是不知道 阿姐应下这婚事也是无奈 况且 我自己是愿意嫁的 你这傻孩子现在时局动能 那贺将军早晚要上战场的 兵家生死难了 娘只想让你嫁一个平凡人家 过安稳日子 可娘 阿姐又该如何过安稳的日子 是娘的过错 这一生 在你们姐妹之间 这碗水终究是端不平了 娘 等我嫁到韵京 就把你和阿姐都结去 我们永远都不分开 我们永远都不分开 待会儿让张妈去拿一些消肿的冰袋 给你阿姐送去 娘消气了 娘没有生你阿姐的气 娘是气自己 小姐你回来了 小姐快敷敷脸吧 这是方才贺将军让我给你送来的 不用了 这也是贺将军刚送来的 他还说 说什么 他说以后他送给你的东西 不许你随便送给旁人 将军 您与苏乐的叮婚宴情帖 已经全部发出去了 快结束了 将军心情不错嘛 苏眉与您相认了 还没 但我确定 他记得我 只是 不知为何不愿提起 还能为何 肯定是苏眉不喜欢将军您 才不愿意相认的呗 他和我说了很多往事 应当 是对我已经有了些好感 我看未必 若是他真心喜欢将军你 他为啥让 让你跟别人结婚 我并非真要和苏洛结婚 只有和苏启平达成交易 他才能对我放松警惕 他才能对我放松警惕 我才能拿到银票 那这苏大小姐 不是又在利用将军您了 你很闲啊 啊 欢迎诸位前来参加我苏家二小姐苏洛 与贺敬尧将军的订婚喜宴 两性联姻一堂地约 良缘永结匹配同城 咱们 干杯 干干杯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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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你送的礼物 我不喜欢 咱们是什么意思 我不会跳 走 我教你 大小姐怎么又同意这种婚事了 还是 你又准备自己替假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为何还如此方便我 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你总看着我阿姐干什么 你不会喜欢我阿姐吧 嗯 你如果嫁给贺敬尧 我会很伤心的 为先生为何总是把这种风流画书 用在我身上 若我说的是真的呢 那种是我 我感到的 我怕你最好 你这种感觉 这种与你 你这里不 stomach 病人 有点 我愿意 随便 我不想 有点 不想 我都不想 还很漂亮 将军 还是更适合君主 贺敬尧和阿浅 怎么会 怎么 到现在才发现 我不跳了 钥匙已经踏过 她没有察觉 月药还回去了 谢谢 苏大小姐的吩咐 我自是要做的 现在可以和我好好跳舞了吗 贺敬尧真喜欢阿浅 那为何又非要运我订货 奇怪 阿姐他们人呢 都不对 难不成保险柜的钥匙就在这屋里 走吧 我们不能离开太久 怎么办 老李 水 对了 你死了 嗯 嗯 死了也好 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阿恩 是怎么死的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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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活著? 你還要活著? 這應該要活著 你還要活著? 這應該是沒有生命 我已經被人家破了 你還活著? 我還活著? 你還活著? 我還活著? 你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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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安神汤 好 你早些回去休息吧 小姐 你怎么也开始看番茄书屋的言情画本了 学习 江卷为何不与苏梅相认 向他表白 他现在并不信约与我 又有烦心事需要处理 我贸然表白 或许会给他增添烦恼 那将军真的准备和苏洛订婚 是 苏喜平缜密 谨慎 他那些黑赤黑所赚的银票 定存在他随身所在的保险柜中 苏梅不便谨慎去查 我去作为何事 那这可与二小姐订婚有何关系 问那么多干嘛 你想办法告诉苏喜平 我来求娶的目的 是为了半月相令 明白 下去吧 是 他真的喜欢为师庭吗 那他现在 有没有一点心悦于我 先生 翻遍了全城都不见有觅室 会不会是月时的信息有误啊 不可能 月时的消息不可能有错 难不成当年苏启安已经找到了宝藏 暗中藏在了城里 苏府里头查过了 贺经瑶的兵守着 不好查 想办法去苏眉的书房看看 是 此番来访本也不指望什么宝藏 没想到苏眉的态度这般强硬 才过几日若她还是不听话 便彻底了结了吧 是 怎么什么都没有 阿姐 小猎生 小火灭就闭嘴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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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把那个人抓起来才行 此事可不能生长啊 小姐 你当真没有喜欢的人 小喜 若你的身上压着太多东西 你便一分一刻都不敢松懈 脑中心中皆是酸剂 看似以异迟万 势则却如那龙中之鸟 余生若能愧得一瞬自在 便以失万幸 哪还有胆子尝试爱情 师父 麻烦划快一些吧 好 这声音好出现 你是谁啊 张师傅呢 怎么是你 我早已下令封城 苏大小姐 却还是要深夜偷偷出城 将军向来就喜欢跟踪合作对象吗 律师宇满是苏启平的眼线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既然说要合作 我自然要护你周全 你到底在苏家安了多少探子 你呢 苏大小姐 每半个月 便要暗中前往律师宇 又是为了什么 贺景瑶 你没事吧 你刚才 是在关心我吗 你再次都会的 你这下一个人 对了 你这下一个人 我们一生 我胸大小姐 被我行 一生 可爱 你 戲弊 我沒事 記著我 不让我叫人 没什么 不想惊动旁人罢了 你是怕事情闹大 大家发现 阿姐不在府里吧 我没有 你想得那么蠢笨 我是去了阿姐的房间 她不在我才去了书房 是 二小姐聪明得很 阿姐去哪儿了 我怎么会知道 你和阿姐有事瞒着我 不是什么好事情 你阿姐不想让你知道 时候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我就问一遍 什么 你对我阿姐 是真心的吗 是 那边好 你走吧 你个女子深夜出行总是不安全 传证以后啊 不要再 毒刑了 果然还是不信任我 先生 此前我们死去的兄弟 就是被这种弩箭所伤 没想到竟是苏府里的人动的手 可看见了脸 没有 倘若是府中之人 很快就能查清 你说 你说松眉的书房无异常 可细细查过了 是 什么都没有 难道密室不在府里 刚收到消息 贺经瑶求娶 也是为了半月相恋 怪不得总觉得他针对我 原是怕我抢了他的东西 那就要看 谁先吃到肉了 来一家 在那 来 走吧 小 пять 小心 姑娘 坏子 小六 公子 小三 前后 找我呀 冲冲 冲冲 冲 神呢 三 二 一 陆起平 继续 今日 真是商社抢了苏老爷子好多单子 老爷就命令我们 让我们调查 真是商社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他方才是从一家面铺出来的 与真是商社有何关系 我们已经调查出来了 那家面馆就是真是商社的一个据点 前几天老爷本来要亲自来查 结果被困在半月城中出不来 所以就命令小的就一直守在那儿 但凡看见可疑的人 都要带回去审问 你认得他 认得 老爷给我们发了所有苏家人的画像 命令我们 但凡看见苏家人在附近活动 就一定要告诉他 你们介绍 还有多少人守着 十 十几个吧 绝对不能让苏锡萍 知道苏美与真是有关系 呀 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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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她们说了吗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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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和异的蝴蝶 眉眼之间 带着牵绝 好 走过幽暗孤独的岁月 越漫长让人昏险 你若星辰之间 最璀璨焦点 抵达一切 人多眼杂 还是多做伪装为好 你怎么找到我的 事情处理完了 你不问我做了什么吗 苏启萍 已经在查真实商社 近期不要再来律师 你怎么知道 方才跟踪我的人是你处理的 我说了 要护你周全 谢谢 喜欢 我穿不了 走吧 我们赶紧回去吧 平日就觉得你穿得太过肃静 往后穿点阳气明艳的也好 赫金瑶 你干嘛我不要 走吧 先生 小姐 需要什么 门口第二双 好嘞 自己试 还是 还是我帮你 我自己来吧 你不必总是这样 想要什么便要 想做什么便做 说总是唯心而为 还有什么意思 你 说你 官瑶 那我们再收清啊 我要衔衔衣的 你是q Lets sla 你别知道 你怎么 小姐 您不要了 明明喜欢 干嘛不要 我得快些回去了 将军到底是何意啊 先生 何景瑶好大的架子 等了一上午都不愿意见我 何景瑶恐怕不在这里 上车 你的车 不是着急回去吗 水路太慢 我来当司机 小姐 小姐 您的鞋 不知道你的鞋吗 就都买了 将军为何非要给我这些 给合作伙伴的礼物 真实伤射 真实伤射 也是您手操办的 不是我 是我父亲 自我出生时 我父亲便建立了真实伤射 命心腹暗中看管 求得便是 若有一日他不在了 也能抵护我们全家一时无忧 可惜 真实伤射尚未大成 父亲便离开了 抱歉 我不是有意提起你的伤心事 我出到半月城市 一心想着如何复仇 没有头绪 直到真实伤射的人找到了我 让我接手管理 我才渐渐有了思绪 开始借真实之力 安设月时 广纳信息 将军放心 既然说好了合作 我定不会让你空手而滚 你家小姐 到底去哪儿了 我 天爹 苏恶梦了 没事 我习惯了 你总是这样睡不好吗 你 怎么了 下车 车坏了吗 听风 尽管看 尽管听 尽管看 尽管听 小时候 父亲待我极为严格 每当训练累了 我就自己偷偷爬来荒野 听听风 看看夕阳 试试 用心去开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